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Alfred 今天來到尖沙咀K11秒C 今晚會吃上海菜 吃飯前跟大家說了一件事 今天這條影片我也是會用 這一部是Canon EOS M6 Mark II拍的 這一部機可以拍到4K的解像度 畫質就很漂亮 另外還可以插到咪 很適合用來拍Vlog 夜上海連續11年 拿了13顆米芝蓮星星 這間尖沙咀分店 原本就在馬可布羅酒店裏面 上個月就搬了新店 環境是幾好 但有一件事就怪怪的 他們門口在7樓 但大部分的座位就在6樓 無緣無故要走一層樓梯 好了 預備吃東西了 然後我們點了兩個前菜 這個就是蔥油雞尾菇 我一聽見蔥油兩個字 我就馬上點了 因為我很喜歡吃蔥的 它的雞尾菇是裡裡外都 都沾滿了蔥油的醬 不只是表面有少少那種 味道方面 主要是吃蔥的香味 另外就是雞尾菇自己本身的味 雞尾菇多吃幾口 就吃到少少藤椒的味道 即是會有些麻辣的味道 但我覺得這個味道 就不算混混 就不是每一片菇 都會吃到那種味 這個雞尾菇我自己就覺得 都蠻好吃的 即是開胃又不會很油膩 但它這個菜式的技術含量 就不算太高 接著吃第二樣東西 這個就是招牌野 脆扇一定要吃的 這個就是我的最愛 我很喜歡吃脆扇的 經常都叫的 這個脆扇挺高分的 很酥脆很酥脆 即是它酥脆得來 咬下去完全不會有渣 不會覺得它很硬 不會覺得你很多東西的口 基本上你咬幾口 它就好像一塊很薄很薄的 一個零食 一個薯片 完全是消失在你口中 那個炸的功夫做得非常好 另外就是調味也很適中 即是它不會說很偏重 某一種味道 因為其實這種東西 就是有少許醋的酸味 另外少許甜甜的 它就不會說很側重 某一方面的味道 比較平衡 這個也挺好吃的 我去吃上海菜 我很多時候都會叫青炒鹹 我自己是挺喜歡吃這樣東西的 但是內北九 也有些朋友跟我說 其實這些青炒蝦人有什麼好吃呢 這些玻璃蝦或者水晶蝦都沒有什麼味道 即是你作為香港人 其實你不如買一根基維蝦回家白灼 更可能有些鮮甜 有些爽彈的感覺 更好吃 但我就有不同的看法 我就覺得吃東西 就不可以只是停留在口腹之肉 去說不時不吃 然後說一些東西新不新� 好不好吃 其實每一道菜式 背後都會有它的地理 有它的歷史 有它的文化 特別是如果我們在香港 但是我們去吃外國的菜式 例如我們去吃法國菜 意大利菜 日本菜 其實你透過那道菜式 你就可以去了解那個地方的一些文化背景 有很多故事可以去看 可以去聽 舉個例子 如果你去到日本 有人推薦你吃一夜干 吃一條黑喉 說那個油香味很棒 你跟他們說 去到日本當然是吃刺身 吃大拖 有什麼好吃的咸魚 那你就會錯失了一些 去理解當地文化的一些機會 如果一般人只是單單追求 好吃不好吃 其實我就覺得沒什麼所謂 但是如果你跟我一樣 都是想學習 我也是一個學習階段 就是說想去學習成為一個 適飲適食的人的話 就不妨花多點時間 看多點書 問多點問題 聽多點故事 去了解每一道菜背後的歷史 裡面的淵源 舉個例子 清炒蝦仁 其實就是上海的十大名菜之一 紅了很多年 如果你看到清炒蝦仁 你就問別人 為什麼要吃河蝦 為什麼不吃海蝦 或者為什麼不吃養的基維蝦 我就覺得那個飲食的層次 就比較低 那今天這一碟 我覺得都做到一些基本的 就是晶瑩飽滿 就是軟中大脆 但是今天廚房處理這個 清炒蝦仁的技藝 我就覺得比較一般 因為它做味 其實就沒有什麼特別的技巧 它又加了很多鹽 所以今天那個蝦就比較鹹 另外當然它也有一些鹽 額外的一些鮮味 在這裡 可能就說一些雞粉 味精那些 其實這個清炒蝦仁 如果有些比較再美一點的餐廳 做得再比較仔細一點 Dicent一點的話 它做的那個鹹味 就未必是就這樣做過 雞粉味精 可能就會透過一些其他的食材 去提煉了一些鹹味再放進去 我舉個例 例如就是說 可能是用一些雪菜 去拿些水 去放進蝦仁裡 去做一個鹹味 或者可能就加一些 雲腿的鹹味 放進去 今天這個我就覺得合格 但是就沒有說很高分 這樣 好了繼續吃 這個就是蟹粉釀蟹蓋 其實就是找了一些大閘蟹 拆肉 然後拆了一些蟹膏 然後在蟹蓋上面 就鋪了一層蛋白 然後再加回剛才說的那些東西 這些東西就很難不好吃 只要它真材實料 不要太過偷工減料 就可以了 這個就比較真材實料 就是你吃到蟹肉 吃到蟹粉 蟹肉是一梳梳 很有彈性的那種 你吃到它有少少薑粒去 去弄聲 和調一調味 這個是好吃的 我想告訴大家 我看一看 我發現原來這個 不是真的蟹蓋 原來是一個蟹蓋造型的碟 就不是真的蟹蓋 做樣子 這個也挺好笑 這樣也好 其實做衛生 這麼快就到了下一道菜 這個就是椒鹽小黃魚 也是一個我經常都會點的食物 今天這個椒鹽小黃魚 首先第一樣 看一看我的外觀 我就覺得它深色了一點點 也不就是它鑊油比較舊 也不就是它炸的時間炸得比較久 當然也有可能是兩個因素都有 我自己就很喜歡吃這個 因為小黃魚 其實它會有一種特別的魚油香味 它那個魚油香味 就不是很多魚有的那種香味 做了椒鹽 即是炸過之後 那個魚油香味 就會特別可以激發出來 我就很喜歡吃那種味道 小黃魚的質地 本身是很嫩滑的 它那個質地是很幼細的 如果它面是有炸到香脆 即是尾部、旗位、邊位全部都很脆 簡直好像吃炸魚皮、炸魚骨一樣 然後裡面又可以做到很嫩滑、很細緻 這樣就很好吃 我們看看今天這條做不做到這個效果 這個魚一吃下去就割了 明顯地炸過濃 東西變焦了 邊有一點焦了 其實看下去你已經看到它的顏色 不是那種很金黃的 啡啡的色 吃下去已經有一種焦了的苦味 也不太能吃到小黃魚魚油的香味 它連中上都還沒有 這個就一般 這個不算做得好吃 其實今天叫很多東西 都是我喜歡吃的東西 即是去吃上海的東西 很多時候都會叫的東西 包括這個沙鍋鹹肉炒菜飯 今天這個鹹肉炒菜飯 就這樣看樣子就發現了一件事 我覺得它的做法挺好 就是通常鹹肉炒飯裡面 都是會切一些火腿蓉 這樣下去燒亂它 讓它的飯很均勻地有那種火腿的鹹味 這個也是常見的做法 但是它今天做多了一件事 就是除了那些很小顆的腿蓉之外 它另外還有一些大片小小的火腿 切幾片放在飯裡 變得更漂亮 不會覺得只有腿蓉 好像看不到火腿的存在 我們現在試一試飯 這個飯首先要讚一讚它的味道 我覺得它用火腿的品質很好 很有鹹香味 它的味道非常鮮明 而且它放的份量很多 腿蓉是完全均勻地遍佈成一碗飯 每一口都有的 而且火腿的餘韻很好 你一邊吃的鹹香味會不斷在口腔裡走出來 質地方面如果讓我選擇 我就想它再乾爽一點點 然後飯粒再挺身一點點 它現在我覺得稍微濕了一點點 但是不過分的完全是接受到的 它不會說很軟一塊塊的樣子 而且它本身那個米的照顏不錯 煙煙韌韌的樣子 整體來說 食物水平就正正常常 格調、餐牌設計等等 的確很符合米之年的品味 難怪將成績表就挺英俊 同一個商場吃一碗拉麵 都要百多元來講 他們的定價我覺得都算克制 這條片就講到這裡 希望大家按LIKE 訂閱我們的頻道 最重要是追蹤我們Facebook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方法定文字幕提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